跟年期的症状 或者是说情绪上会比较有波动 甚至是说晚上睡觉会有点影响 大概这一类的状况 所以普遍来说其实是自己可以感知的吗 也有很多人非常的幸运 他就完全都没有症状 那常常都觉得说自己已经50岁了 怎么都没症状 也有一些比例 但是大部分这些症状是不需要去检测 就是自己会感觉到说自己有这一类的影响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透过穴位的按摩 让自己当时的那个情绪 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可以舒缓 第一个就是三阴交 三阴交就是位在这个脚的内怀 上面是个指头宽的位置 那为什么这个三阴交这么重要呢 它是肝皮肾 三条经络交汇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女性 大部分问题都是以肝 皮肾 肾主经 肝肠血 皮为生化之源 这三个经络交汇的位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按摩这个三阴交 如果说你还有精油也可以擦一下三阴交 那再来就是太膝血 那这个就是在足内怀跟这个阿基里事件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属于太膝血 那它也是属于补肾水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更年期的女性 主要还是以肾水不足为主 那这个也可以有补充 但是三阴交是第一个重要的 那再来一个重点呢 就是咽泉穴 咽泉穴是在这个脚底 二三指中间到脚跟的这条连线的上三分之一 所以很多人去采健康步道啊 也都会是用这个咽泉 那咽泉穴呢 它可以有稳定情绪 有降压的作用 那大部分我们就说 它比较烦躁啦 或者是比较容易易怒 你多刺激涌泉 可以引火归原 引血下心 让身体比较平静 那您刚才谈到那个补水啊 滋鹰啊 那这些可不可以从食物上去取得 这样子的一个补水的来源呢 那我们当然最推崇的就是这个 黄豆和乳制品 那黄豆它就是属于植物荷尔蒙的一个代表 那为什么我们东方人 它在更年期的状况出现的 没有像西方人那么强烈 或者这么明显 那根据统计呢 东方人食用这个黄豆制品的比例 相对是比较高的 也至于说我们出现更年期的状况 没有像西方人这么明显 不太是那种国家型的问题啦 那再来像这个芝麻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抗氧化物 还有很多的这个维他命E 甚至对眼睛啦 或者是以及皮肤都会有好的帮忙 不过这一类的是属于种子类的东西 它相对能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有一些人吃的是会比较容易口干舌燥 反正不适合就对 就是不适合过量啦 那像这个燥米啦或是燕麦 它里面都是含有比较多的这个维他命B群 那这些都可以稳定情绪 稳定神经 那像香菇啦 还有黑木耳 它含的这个多糖体比较多 那也含有纤维质 对女性来说也是一种血管的清道夫 也是一个有帮忙的 那像核桃呢 它本身是抑制型脑 所以在更年期也很适合 不过种子类的食物 像核桃啦 这个芝麻 很多人就一吃就忘我了 那就不建议一下子吃太多 是 医师介绍一下 为什么它叫贵妃汤呢 更年是一个变化的时间 事实上你如果这个时候 把自己当作贵妃 那一定可以为老当益状 可是如果没把自己当贵妃 可能就为老先衰了 所以这个是关键期 是 那这个贵妃汤它的药材有哪些 要怎么组呢 当归它本身有补血 那熟地呢 在我们中医就特别强调是 滋补圣婴 那它也有分熟地跟生地 那另外红枣呢 它就是补脾气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那更年期虽然我们强调是肝肾 但是脾胃要顾好 你的肝肾机能才会联动的变好 那另外就是枸杞子 它也有补肾气的作用 那穿穹跟干浆 穿穹有清粒头目 那干浆有稳定脾胃的作用 那药材和食材呢 共同入锅 那加水三碗 药材和食材都被浸满以后 再用中火煮成一碗 煎煮出来的就是香喷喷的桂妃汤 那这个具有补血调理身体机能